各位弟姐妹大家好 我們開始這個零星分享時間 這個是一年讀經計劃 我們今天看哥林多前書 我們看第一到第四章 哥林多教會其實都有很多問題 他反映到保羅也對這個教會的信徒 又關心又擔心 我有朋友他寫這個主要學的教材的時候 他定這個哥林多前書 他用一個名字叫什麼呢 風雨飄搖的哥林多教會 我想一下用這個名詞來代表 都挺貼切的 教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其實作為我們今天21世紀的教會 是很多參考和借鏡的地方 我們怎樣去看信徒的生活 怎樣去幫我們改變我們 離開很多罪惡的問題 哥林多教會也提供給我們很多元素 首先我們看看保羅怎樣稱呼 哥林多教會的信徒 在第一章第二節裏 保羅是這樣稱呼 他說在基督裏蒙照作聖徒 仔細看看這個經文 在基督裏面 這個就是信徒得救的一個方法 信徒得救恩 不只是在教會裏面 是在基督裏面 換過來說先在基督 又是在教會裏面 這個就是得救的方法 所以我們說除他意外 並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像是第二個名字 除了耶穌之外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除了救恩的方法之外 這裡指出了救恩的結果 那救恩的結果是甚麼呢 這就是説成性 成性就是被分別出來 聖結的生活 首先就是上帝將我們 從萬人中分別出來 從世界分別出來 從罪中分別出來 我們被看為一個特別的群 這就是成性的意思 最後這一節你也告訴他 就是救恩的期望是甚麼 就是蒙召做聖徒 我們不能夠一次被分別出來之後 就算了 其實是被召 是有召命的 要成為聖結 或者可以這麼說 在生活裡面去活出聖結 這一節裡面 給我們一個印象是甚麼呢 就是聖徒永遠都是現在式的 處理我們自己的罪愛生活 在家裡糾正 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聖徒不只是在周末 是在教會活動 而是24小時7日 全天後的一種身份的特徵 所以希望我們不要去愧對聖徒的身份 另一方面在靈修裡面 是講到十字架的道理 整個的第一到第四章 其實是處理一個紛爭結黨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的起因 因為他們不明白十字架和基督的道理 他們思考得不夠透徹 紛爭結黨是描述 從一個一心一意的教訓 變成了三心兩意 從合一的教訓 去成為了對立不同的教訓 從一群本來團結的人 去改變成為不同黨派的小群 如果你要加多一件事 就是我們喜歡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就需要了很多的資源 包括凝聚的力量和建成 減低了教會的影響力 哥倫巴教會不只是有一派的問題 或者兩派 甚至有四派 四股的勢力在角力 十字架本來是一個和好的福音 結果就成為了彼此分格的福音 受洗是表明了向一個主 而不是一個主教的效忠 我們的大目是耶穌基督 保羅如何去教導十字架道理呢 在這幾章裡面有幾方面去分享 首先十字架道理是基督教的核心 我們來於這幾句話 他說猶太人是求神職 希利利人是求智慧 而我們卻全釘十字架的基督 然後第二 這個就是二十二節數說 然後第二十四節說 在蒙照的 無論是猶太人 希利利人 基督總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福音是人棄我取的道理 那些人來厭氣 他們要看神職 他們要看這個智慧 他們要厭氣了耶穌基督 但是我們就爭取回來 而這個反而成為我們的福音 所以這個福音是人棄我取的道理 其次十字架道理是一個唯獨基督的道理 所以你要留意在第二章第二節 他說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釘的十字架 這一節是不正致命的道理 唯獨基督的道理 第三方面 十字架道理是神奧秘的智慧 在第七節所說 其實令我想起在《約白記》第28章 智慧好像埋在山洞裡的珍寶 當你發覺出來的時候 是何等快樂的事 保羅在這裡就講到 這個智慧遭遇到猶太人的厭氣 第八節所說 第二章第八節 保羅和彼得都是這樣說 他說將人所棄的石頭 已經成為了防角的石頭 猶太人不單止去掩棄耶穌 甚至將他釘在十字架上面 高倫多禅書第一章第30節 是說 在神的計劃和旨意裡面 耶穌都成為了我們的智慧 公義、聖結、救贖 因此 保羅說你不要指著某某人去誇口 要指著主去誇口 最後 在十字架道理裡面 保羅說 十字架道理 是透過聖靈 向我們顯明 聖靈去參透萬事 這個動詞 參透這個字 用了兩次 參透萬事 參透神奧備的事 聖靈知道一切 聖靈也指示我們 一些福音的言語 有福音的感召 和主的心 在我們裡面 當我們有主的心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被教導 或者去教導那些屬血氣的人 其實你知道嗎? 保羅在哥林多書信裡面 曾經指出三類的人 屬血氣的人 就是那種未信主的人 而當他說屬靈和屬肉體 都是向基督徒來說的 在這個零食分討裡面 我們也去看看這個 紛爭結黨的問題 保羅其實是直指這個 紛爭結黨 是一個肉體的行為 叫屬肉體的行為 紛爭結黨帶來了疾道 一種紛亂 而追求合一 才是一個屬靈的表現 同時 分黨是一個人未見全途 一種無知的行為 你留意第三章第四到第九節 保羅提出一個詞 一個用詞 就叫做執事 什麼叫執事 就是從旁服侍的人 神的家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但是大家都是從旁服侍的人 我們服侍神 也都是服侍人 而我們透過不同的恩賜 有主的恩賜給我們 我們一起去發揮出來 第三章裡面用主的恩賜 分給人 而哥倫多前書裡面 在後面 第十二章開始 是講聖靈將恩賜給人 無論主給我們 或者聖靈給我們 其實有很簡單的東西 就是我們都是複製品 或者是製成品 這個原產地在天上 我們在神裡面是神的計劃 或者叫神的計劃一部分 只有神才能夠叫生命去成長 第三章第八節 但是我們不要說 我們成長是因為神 其實是因為我們懶惰 因為我們離棄神 而當我們成長的時候 我們會很自然 將這個榮耀 關分給神 寶萊在第三章和第四章裡面 除了用執事之外 又用同工這個字眼 又或者用神的管家 所以你留意 我們是神的執事 我們是神的同工 我們是神的管家 總之有句話 就是無論你用什麼恩賜 發揮出來 你都是平等的 神的賞賜和稱讚都是一樣的 神要我們做些什麼呢? 神所求的是我們忠心 所以第四章第一節說 所求於管家的就是要忠心 我們不要介意其他人的論斷 做好自己 所以保羅說 我不介意別人怎麼看自己 第三樣東西就是什麼呢? 去養賴這個判斷的主 因為判斷我們就是主耶穌基督 別人的稱讚 別人的褒貶 對我們來說 不要太過去著意 最後一件事就是 我們不是屬於神 是屬於誰呢? 所以保羅經常提醒我們 你不要想著我們屬於哪一個黨 哪一個派 我們屬於神 是屬於基督 最後保羅用神的殿 來解明神如何去不喜悅 那些紛爭結黨的行為 保羅說我們是神的殿 而神的殿 裏面就是神的靈 神的靈就住在我們裡頭 所有的靈頭可以包括 就是住在我們心裏面 但也可以說住在教會裏面 因為他帶著教會去作出沒有見證 但一旦人去紛爭結黨 去破壞了聖靈所賜合的唯一心的時候 神是要毀壞那些 去毀壞教會合一的人 所以我們說不要把人再誇口 也不要自欺 這些行為是沒有智慧的行為 所以保羅說不要自作聰明 其實我們要看回一下 就是當作為保羅 這麼有榮耀 這麼有被主所加許的 他怎麼看自己呢 他看自己是一頭戲 他被世人觀看 好的人家不會被拍獎 但是不好的就會踩到兩腳 所以教會是一樣 直到如今 教會可能都是在人的眼中 都是一個被誤會的群體 所以保羅在這裡 特別是第四章 第十一到第十三節 直到如今 我們環視又飢又渴 又赤身勞體又挨打 又沒有一定的住處 並且勞苦親手作供 被人咒罵我們就祝福 被人逼包我們就忍仇 被人委託我們就善勸 直到如今 人還把我們看作世上的污衛 萬物的渣載 所以我覺得 這樣一個不公平的待遇 他都有試圖今生樂意 除非他看到福音本事神的大量 要他一起相信 他經歷得到福音那種能力 在乎權能 在乎聖靈的 在當中的生命的改變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不會出種知識 我們會出種生命 用生命去影響生命 團結一起去榮耀主的命 希望今天 這個靈修 成為我們心裏的一個很大的激勵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好嗎 好嗎 好嗎